真的就是阴间玩具了 大概在五年前 我介绍过这个神兽金刚 就因为说它是抄袭的 而且话语比较粗鄙 所以来了无数粉丝对我进行关爱 要不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强大 差点就结束了我的创作生涯 那如今这群粉丝应该都长大了 知道真相以后 应该不会再骂我了吧 那本期视频咱们就来回顾一下 这部抄袭神做的玩具 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兄弟们可以长按点赞 给我加加油吗 同时也经验一下我们逝去的青春 我的这套是豪华金装版 所以附带了超可金的猪雀和神兽金刚刀 先来整体的说一下 这个材质并不好 做工也不精致 至于形象 我只能用丑来形容了 你看这不忍直视的脸 长得多少有点随心所欲了 造型方面 在恐龙战队的模具上 强行加入了神兽的元素 实在是牵强 多少有点不伦不类 但是剧中的造型还是不错的 属于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了 我们当年也用这套东西 填补过大数人的空缺 那这套东西 虽然整体拉垮 但是因为童年清怀和货量少的原因 价格也是很贵 但是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购买 收藏 我单体改动最大的就是麒麟 拆除了巴黄龙的前腿 换成了类似于甲织的结构 成了四腿的形象 但是因为比例不好 而且头部抬不起来 所以看着像是趴着的感觉 当时看到这个头部的时候 吓了我一跳 真的就是阴间玩具了 尾间是个锤子 这哪里是麒麟 这简直就是恐龙 因为是霸王龙的母具 所以腿上这个安剑也保留了下来 估计这个设计师也不知道 这是干嘛用的 其实那是通过安东这里 编换腿部的不同造型 实现不同的合体形态 属于是当年的神设计了 白虎的这个眼线 也是我自己勾上去的 本来只是丑 但是没有这么诡异 和之前的剑阵舞相比 改了头部 尾巴加了坦射 但是结构不是很好 损坏率比较高 其余结构都是一样的 青龙虽然加了头部和尾巴的长度 但是受限于三角龙的体型 所以看起来依然很臃肿 短小 头部的造型和上面的细节 我太抽了 而且母具上面已经有了前腿 但是身体上又通过土装 刻画了腿部 属于是画蛇添足了 下次的履带也是很违和 尾巴也是看不懂 这一格一格的 这是个啥呀 朱雀这卡斯兰大爷尼 有点撂人 腹部是合体后的胸口 这个合金版的腹部 一整块都是合金 成天天的 尾巴这里也加入了 类似于铜钱的造型 玄武 我认为改的还不错 抓住了玄武的特点 龟身 蛇尾 把武器卡在背部 作为蛇的部分 挺巧妙的 背部也设计成了 棱角的造型 更有神兽的味道 单体就看完了 除了这五个 还有阴龙 他也是大龙神的概模 兄弟们如果感兴趣的话 多多点赞 本期视频点赞如果能过万 我下周就安排 大兽神还有一个战车模式 它也是可以合体出来的 但是因为没有翼龙的炮 所以整体感觉很奇怪 合体的方法 应该都刻到我们DNA里了吧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关于大兽神的详细解说 唯一的区别就是 麒麟的前腿要整体往上翻折 脚掌取下来 变成一个加弄炮 这个改造呢 我感觉还不错啊 胸口打开 麒麟头部收起来 头部两侧的配件翻出来 这个脸部有点吓人啊 当然了 这个眼睛的烟熏装和嘴巴 也是我自己涂的 那这个造型啊 单个反派都够用 武器拿在手中 合体结束 和动画形象的差别 还是挺大的 属于是毁通年了 但是你说大兽神 不也是这样吗 难道就不毁通年了吗 那倒不会 因为恐龙战队合体的时候 用的模具 还真的就是这样的造型 所以这套啊 是真的通年 可动性除了手臂 大腿根部就没有可动点了 除了这个武器 还有一把电镀的神兽金刚刀 到这里呢 这个玩具的玩点 就全部都先要完了 朋友们感觉怎么样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质检员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参加 我们下期再见